…… 那到底是什么人 天生地昂的神胎吗 这难道是 蒙金树的惊魂 开始变得有趣了 看看谁会想安安不住 那是太阳火晶 可分化万物 难道是巫皇再生 巫皇不是金无族的祖先吗 怎么会在这儿 此处是金无祖地 传说金无一族的起源仙族 就是在此树上孕育而生 最终成为天地 能有那样的成就 一定是初代 初代 那五色鹿也曾说过 所谓初代 就是一族中的最强者 为天地所孕 先天而成 号称九天十地内无敌 他动了 快追 再判断 几乎 这三国 这三国 都会换 继续 特别 这三国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是他们先前就布下了陷阱吗 不对 设下陷阱的另有其人 道友既然来了 就现身吧 暗箭伤人可算不得本事 冲撞我金巫族祖地 还敢再次狂吹 在下失礼了 我代表众位尊者向金巫道人你赔礼 不过 这黄金术是天地化生 本就应属于这片天地强者共有之 如今封印解开 自当另则新主 你金巫族还想把持万族吗 你金巫族不能如此霸道 当然各族强者进去 有缘者得知 不行 这里是我族先祖的棲聚地 里面的东西也都是我族的 你们不能进去 恕我直言 此等法阵想要困住他们容易 可是想要困住我等 那将是痴人说梦 要破你这法阵 与我们而言不过时间问题 即使你一人之力 能立敌我等吗 倒不如我们合作 一起剿灭的爱手爱脚之人 金巫道人 你也不想等我们破阵而出 就和他们这帮人 一同命运于此报 玄冥 怎么办 师兄 我求你 再次出手助我们一次 此前对你的允诺 定不会食言 多谢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掉吗 那你瞧好了 那几个小辈都已破阵而去 诸位还不全力出手吗 一进来就感觉要喘不过气了 身体像刀割一样 疼得厉害 也许跟这里的混沌器有关系 看那古书 自发大导神医 还有混沌器笼罩 肯定是无上经书 两本无上经书不可能这么随便摆放在此 肯定有机关埋伏 你不是很强吗 还有不灭心身 你去试试看啊 我拿了可就是我的了 你们确定要我去 此前说过机缘各凭本事 你若能拿到 自然归你所有 有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师兄手下留情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眼前身处万难 切不够同事操戈 你到底在干什么